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光滑水平面上 質量為M 與質量2M的禁止球體 做完全非彈性碰撞 所謂完全非彈性碰撞 他的意思就是說 碰碗要兩個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一起跑 也就是說 碰碗就瞬間碰上去的話 他的直心動能沒有改變 但是因為他相對靜止 因為黏在一起 所以他內動能損失了 內動能損失的話 那麼他就剩下直心動能 有直心動能的話 就在這裡做解析運動 那麼他問最大腰酸量多少 那麼就知道 他的直心動能 會當他壓到最大壓縮量的時候 瞬間禁止 所以這個直心動能 就是二分之一 大M 就是2M 加上這個M VC的平 直心動能的話 在一開始碰完以後 他沒有壓縮量 這個時候他動能最大 直心動能變成為了 二分之一 K X 平 這個呢 X就是最大的壓縮量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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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MV加F2 這2M 加M 分之MV是 V是0 那V2是V 這MV 這個是等於3分之1V V 所以這個呢 這個是等於2分之3M 乘以多少呢 3分之1V的平方 這個是9分之1約掉的話 3分之1 3得6 6分之1MV平方 好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小的X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212 23得6 就是3K 分之MV平方 那X就等於多少呢 最大壓縮量 就等於這個是M 除以3K 乘以V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C